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民就已经开始了对黄河源头的调查和研究 生活在古代中原王朝的人们 对黄河这条浩荡大河源 楚河处更是充满了好奇 但沿河溯源之路艰险异常 中原王朝的使节在通往西域金新疆地区的路途上 惊骇于罗布泊的浩瀚无比 惊骇于塔里木河的充沛水量 更让他们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塔里木河水注入罗布泊 源源不绝 罗布泊却没有溢出来 于是古人的想象 穿越了千里河西走廊 把罗布泊与黄河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认为塔里木河水注入罗布泊后 一定是通过一条暗藏地下的河流 千里在基石山下富有露出地表 这才有了黄河 到元朝时期 古人寻黄河之本源 寻到了青海附近的星宿海 引荐其小泉一万四星 不可胜负 顾名其为星宿海 星宿海 在当雨里足够挫插 一尾大片沼泽 以及许多小湖组成的滴阿滩地 现如今 这里秘密的短草 成堆形成堆形块状 散布在水中 枯叶烂根粘粘积累 形成了表面松软的沼泽地带 然而 星宿海并不是真正的黄河源头 亲中国成立后 国家曾多次派出黄河源头勘察队 毕竟千辛万苦 寻找黄河的源头 在一次次的探群中 学术界也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黄河有多个源头 分别是扎曲 夏日曲和约古宗列曲 另一种意见认为 卡日曲应为正元 因为在一年之中 扎曲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 约古宗列曲 仅仅只有一个泉沿 而夏日曲最长 流域面积也最大 在旱季也不干涸 因此能够提供丰富的水量 对于这条母亲河 我们不但没有弄清楚它的上流来源 即便是对它的下流河道也无法掌握 黄河的下流河道变化无常 忽而入渤海 忽而入黄海 忽而又入渤海 自古至今变迁较大者 至少已有八九次 究竟哪一处是它本来的流路 恐怕没有人能准确指出 就是在大雨治水的年代 曾分黄河下流为九条 究竟哪一条才是主干 我们如今也很难得知 正如唐代诗仙李白在将近就所说的 黄河之水先上来 滔滔黄河水 既补育了黄河两岸的人们 又见证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其真正的源头成为营绕在所有炎黄子孙心中九九回 知不去的一个巨大疑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